卡鲁台风周四10号上午9点多 在南韩庆上道南海岸附近登陆韩国 预计在韩国停留大约15个小时 南韩内政部表示 韩国已经发出最高级别警报 1579所学校停课 各地机场取消至少452架航班 周二 3万多名在韩国全罗北道 参加世界同子军大会的各国同子军 已经从其所在的新万锦银地撤离 气象专家预计 卡鲁台风将穿越整个朝鲜半岛 周五11号凌晨3点 将北上到平壤东南方向120公里处 届时将给已经发生洪牢灾害的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部分地区 带来新一轮的暴雨 让防洪的形势更加严峻 新唐人电视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